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王安日记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是我大概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做过了吧 就是好物推荐,也是爱用品分享 然后今天会给大家介绍十样 我比较喜欢的东西 有彩妆,有护肤,然后有吃的什么的 然后其中有一些东西呢,是经常在我视频中出现 然后也是有原来有同学问过的 然后我就统一拍一个视频给大家解答一下 然后最重要的呢,主要就是分享一下我最近 一年,最近这一段时间 然后我觉得好用的 如果你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首先从一个护肤的东西说起吧 第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最近喜欢的东西呢 是,当当当当 是这个眼膜 对,这个也是我在网上无意中被一个博主安利到的 然后说它是一个可以过夜的眼膜 对,我第一次使用这种就是可以贴一整晚八个小时 六到八个小时的眼膜 我觉得嗯,应该我第一开始想的是,就是贴这么长时间肯定是有效果的 呃,我现在买回来之后,我用了三对了,三副 嗯,真的是非常惊奇的效果 然后所以分享给大家 这个眼膜它的质地是非常有意思的 我们平常我平常用过的眼膜呢,呃,基本上都是就跟那个平常的纸质面膜是一样的 呃,稍微有一点湿湿的贴在这里 但是这个,因为它是可以过夜的嘛 所以它的精华质地是那种果冻质地的 所以给人的第一次使用感觉还挺,还挺,还挺,挺,挺惊喜的 对,然后这,然后这平常的面膜一样 因为夏天天气很热嘛,它也是可以放在冰箱里 你晚上,呃,护完肤,呃,从冰箱里拿出来一对 因为夏天很热,然后又凉凉的贴在眼下,真的很舒服 有非常好的镇定的一个效果,我个人感觉 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贴眼膜的诉求主要是就是去黑眼圈跟细纹嘛 嗯,黑眼圈这个东西我觉得见仁见智 很多产品是用在不一样的人身上是有不一样效果 但是去它淡化细纹的效果真的很厉害 因为我眼睛比较大,我有比较喜欢笑 其实我,我眼下细纹挺多的,嗯,而且很深 嗯,所以我对眼膜的诉求呢,就是可以淡化细纹 这个真的有用,当然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如果你觉得这个价钱是可以接受的话呢 你可以是长期使用的,真的是有淡化细纹的效果 然后因为它是可以连续贴八个小时嘛 其实如果你晚上有时候怕睡觉的时候 怕睡着了,这个眼膜就飞掉的话 其实你周末,呃,没事的时候 周末在家宅着的时候也是可以贴的 反正你就贴到眼下也不影响做任何事 你切眼膜也可以做饭,也可以看剧,看书,看手机 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所以,这个眼膜第一个推荐给大家 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在我近两三期视频里,然后很多人都说 好看的就是我的指甲油好看 然后第一次有这么多人说我的指甲油好看 所以我决定把它 因为弹幕里有人在问指甲油是什么 其实我有回复了几个评论 但还是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吧 就是这个 嗯,我最近几期视频里的出现的 紫色的指甲油都是这个 它是月师风银的生机指甲油35号 叫,它的名字叫做秘密花园 就是特别好看,特别梦幻的紫色 然后你涂一层的话是非常淡的紫色 然后我建议大家就是刷两层 刷两层之后呢 就跟这个上面的这个紫色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视频里的那个颜色 非常好看 好,就是35号 如果你们喜欢也可以买 真挺便宜的 这就是在那个月师风银的店里买的 还不错 然后它的指甲油剥落的速度也是我可以 速度也是我可以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呢 是两样彩妆 首先呢是 首先呢是一个植村秀的小灯泡粉饼 这个是我在五月份出门的时候买的 然后回来我就用了一下 但是很心痛的是 心痛的是我可换了一块 我目前截止到我人生目前为止 用过的最好用的一块粉饼 真的超级好用 就是你不化底妆的时候 单擦这个粉饼 它的遮瑕力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就是如果你用了底妆 比如用了粉底液或者是气垫粉饼 再压一层 这可以瞬间让你的毛孔隐形 而且哑光真的非常非常好用 虽然它的价钱是稍微有一点点 不算便宜吧 但是一块好的粉饼 其实能擦很久 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我觉得是在在彩妆这方面 最值得投资的就是底妆了 所以不管是粉底液还是粉饼 你要买一个 买一块 特别就稍微贵一点的 很适合你的是很值得的 还有一个要推荐一个唇釉 这个这个是 这个是我同事推荐给我的 因为他很喜欢王源弟弟嘛 所以他就说王源这个同款小蛮腰314 这个红色非常好看 试试证明真的非常好看 我今天是有擦了一点点 然后叠擦的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红色 唇釉 我一般就是 我一般就不会整个涂满 我都会涂一点 然后用棉签给它晕开 其实晕开之后那个红是很正好的 非常非常显白 显气质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这两个彩妆是我最近发现的 买了为数非常少的彩妆中 觉得很好的两个 接下来一个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我拼图的时候经常用到的 就是我拼图下面的那个垫子 它是一个拼图塔 然后我在几个Vlog里边 都有放过我的拼图嘛 然后也有那个 也有同学问我 拼图是在哪买的 我会把 我会在屏幕上 把我最近买过的几个拼图的店铺名字 给放出来 这些拼图 我买的所有拼图都是1000片的 然后这些拼图 有不同的品牌 也是 我经常买的就是有两家店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有太多人问那个拼图在哪买了 另外一个就是拼图坦 拼图坦也有很多人问 其实拼图坦是拼图的时候 一个特别方便的助手吧 因为它可以给你框定一个框 你大概就是可以直接把四个边 都完完整整的拼出来 而且拼图坦 就是拼图放到上面之后 这些小块块 其实它不怎么会移动的 然后你拼的时候也很方便 收纳的话也很方便 拼图坦就几十块钱 但是是属于那种一劳永逸的 你就有一张就好了 以后所有的拼图都可以在上面完成 大家要推荐 现在给大家要推荐 酸奶鸡跟它配套的酸奶粉 这个也是我有粉丝有问过我的 然后问我是用什么粉来做的酸奶 先说酸奶鸡 酸奶鸡就是最普通的 这个很便宜的 它外面是一个这样的壳子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是 就是我平常那个 咬出酸奶来的那个玻璃的一个小容器 就把这个玻璃的容器放在这个盒子里插上垫就可以了 夏天的话其实它的发酵速度挺快的 冬天的话大概是要用10到12个小时吧 对 我冬天还没有做过 然后它的酸奶粉就是这个 这是在一家店买的 这个很便宜 这个才29块9当时买的时候 这个也是多少包几块钱的样子 很便宜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粉的效果非常好 不过这个粉你要买回来的话呢 需要把它冻到冰箱里 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不用解冻 就直接把它冻到冰箱里 不是冷藏是冷冻 然后这样才可以才发挥它的发酵作用 对 最后 最后麦片 对 这个是我的视频里经常出现的 我一直在吃的麦片 有人还说像仓鼠粮 很好笑我没有养过仓鼠 我不知道仓鼠粮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麦片也是有挺多人问的 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它是在一家淘宝店买的 叫做开心果园 我也会把它的店铺放在这里 这个是当时买了两罐 一个是水果的 还有一个是果仁味的 我现在拿的是果仁味的 它里边 这一罐 基本上就已经 被掏空了 对这样 很好吃 因为它里面的果仁 还有那个酸奶 酸奶干 不是不是酸奶干 它的果仁 还有那个水果干 都是挺扎实的 不是那种 特别特别少 它这里边就是 都是挺丰富的 我还挺喜欢吃这个麦片的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这个咖啡 这个咖啡是我看那个韩国的 在一个韩国国主 是在东京生活的那个 一个女孩 我不知道她的那个ID 应该怎么念 放在这边 然后她推荐的 我去淘宝上买了 发现还挺便宜 买回来之后真的很好喝 我这个是焦糖口味的 稍微有一点点甜 但是我是比较喜欢喝甜的 而且很方便 这个咖啡 直接把它放到牛奶里 愿意加冰块 就加冰块 这样冰块应该会更好喝 这个真的很方便 而且很便宜 淘宝上有很多代购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然后最后一个给大家推荐的 介绍的是一瓶洗发水 这个洗发水已经 这个洗发水已经玩了 它是一个 法国的一个牌子 它是一个防脱的洗发水 就如果你要是 跟我一样有脱发困扰的话呢 就可以试试这个洗发水 我不敢打保证说 用了这个 你不会脱发 因为我用了之后 也依然会脱发 不过就是什么效果呢 比如平时用普通的洗发的时候 我脱发十根的话 用这个可能只会脱六根 这个样子 其实对我来说 还是挺有用的 我就一直坚持用 这是第二瓶了 它的味道是 稍微有一点点淡淡的药味 看这个 颜色就这样 稍微有一点淡淡的药味 但是效果真的挺明显的 你从那个洗完头发 在低漏那就可以看出来 头发确实掉了 有量有减少 然后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真的用过很长一段时间了 觉得非常好用的 所以才会推荐给大家 它的价钱也是又稍微贵一点的 但是也有很便宜 很平价的 嗯 还是秉持一个态度吧 我觉得好用的才会给大家推荐 好 也感谢你们收看我今天的视频 呃 如果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呢 可以发弹幕和评论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I just wanna celebrate tonight I just wanna celebrate tonight